湘川县位于日本四国岛 是一个以美丽的海岸线 和独特的美食而文明的地方 以下是湘川县的深度旅游规划 旅游景点 利林公园 这是一座 拥有400年历史的大型日式庭园 园内有美丽的湖泊 山丘和茶室 是欣赏自然风光 和享受悠闲时光的理想场所 金刀比罗宫 又称为秦平神社 这是一座位于高山上的神社 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壮丽的建筑 参拜这里的过程 也需要爬上长长的阶梯 是体验当地文化的好机会 赞祺博物馆 专门介绍赞祺乌冬的博物馆 您可以了解这道传统美食的历史 和制作过程 还可以亲手体验制作乌冬 高松城基 高松城的遗跡 曾经是湘川县的主要城堡 现在是一个可以散步 和欣赏历史遗跡的好地方 直岛 直岛是一个充满艺术氛围的岛屿 拥有许多当代艺术馆 和装置艺术作品 主要的艺术场所 包括地中美术馆 和安藤忠雄设计的建筑 国务馆 湘川县立美术馆 展示湘川县的当地艺术作品 及日本和国际艺术家的作品 赞祺名医馆 这里展示了赞祺地区的传统工艺品 让人可以了解当地的工艺文化 购物 高松是中心购物区 这里有许多商店和百货公司 适合购物和品尝美食 赞祺梦想广场 这是一个大型购物和娱乐中心 有许多商店和餐厅 美食推荐 赞祺乌冬 湘川县以赞祺乌冬闻名 您可以在当地的专卖店 品尝到手工制作的乌冬 常见的吃法有冷乌冬和热乌冬 搭配丰富的配料和汤汁 香川特产的海鲜 香川位于海边 新鲜的海鲜是当地的一大特色 特别推荐骨头鱼和小鱼钱 骨头饭 骨腹鸟 这是一道以鸡腿为主的烧烤菜 肉质鲜嫩 味道独特 是当地的名产 必买伴手里 赞祺乌冬 可以选择带回家制作的前噪乌冬 这是香川的特色美食 赞祺甜点 包括名为赞祺馒头的甜点 口感柔软 味道甜美 香川手工陶器 例如赞祺陶器或赞祺瓷器 这些陶瓷作品展现了当地的工艺特色 是非常好的纪念品 这些都是香川县 值得探索的地方和品尝的美食 希望您有一个愉快的旅程 香川县的美食以赞祺乌冬为主 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当地特色美食 以下是一些香川县的代表性美食介绍 赞祺乌冬 祺 赞祺乌冬是香川县最著名的美食之一 这种乌冬的特点是面条粗大而有嚼劲 汤底则可以是清淡的酱油汤 或浓郁的味噌汤 常见的吃法有 冷乌冬 配上清爽的酱油 搭配葱花 姜末和天妇罗 又乌冬 搭配浓郁的汤底和各式配料 如炸豆腐 猪肉片等 骨头饭 骨腹鸟 骨头饭是香川的另一道名产 以烧烤的鸡腿为主料 外皮焦香 肉质鲜嫩 通常用特制的酱汁或盐调味 是非常受欢迎的下酒菜或主菜 香川特色海鲜 香川县的海鲜新鲜美味 特别是 骨头鱼 骨腹鱼 这种鱼肉细腻 味道鲜美 常见于当地餐厅 小鱼钱 小鱼干 小鱼钱 是一种风浅的小鱼 经常用来作为汤底或零食 香川甜点 赞祺馒头 祺 这是一种甜点 内馅有红豆馅 或其他甜馅 外皮柔软 甜而不腻 赞祺绝饼 祺饼 由绝粉制成的软糯甜点 通常配有黄豆粉 和黑糖浆 番薯烤肉 香川还有一些地方特色的烤番薯 这些番薯经过慢火烤制 外脆内软 甜味十足 香川地酒 香川县也有不少优质的地酒 例如 白鹿 白鹿 这是一种受欢迎的清酒 口感柔顺 适合搭配各种当地美食 这些美食代表了香川县的丰富饮食文化 希望您在访问香川时 能够一意品尝 在香川县 除了赞祺乌冬外 还有一些非常受欢迎的伴手礼 这些礼物不仅能够代表香川的特色 也是一份美好的回忆 以下是一些推荐的香川伴手礼 1.赞祺乌冬 祺 赞祺乌冬是香川最具代表性的伴手礼之一 您可以选择前噪的赞祺乌冬带回家 这样可以让家人和朋友在家中 也能体验到香川的美味 2.赞祺馒头 祺 这是一种外皮柔软 内馅甜美的传统日式甜点 常见的内馅包括红豆馅或芝麻馅 非常适合作为伴手礼 3.香川手工陶器 其陶器 其瓷器 香川线以其精美的手工陶器和瓷器著称 这些陶器和瓷器的设计往往简约而具有当地特色 非常适合作为家居装饰或食用的餐具 可以选择杯子 碗或盘子等作为伴手礼 4.赞祺绝饼 祺饼 绝饼是用绝粉制成的甜点 外层通常裹有黄豆粉 内部软糯 这种甜点在香川非常受欢迎 也是很好的伴手礼选择 5.香川产的地酒 香川地酒 香川县有许多优质的地酒 这些酒通常风味独特 可以选择一些精美包装的酒品作为礼物 6.赞祺食盐 祺盐 香川产的食盐是用海水制成的 具有独特的口感和风味 非常适合用来烹饪或作为调味料 这种食盐的包装通常非常有特色 适合作为伴手礼 7.香川的名产糖果 其名产果子 例如赞祺糖 祺糖 这是一种当地的传统糖果 味道独特 包装精美 这些伴手礼不仅能够代表香川的地方特色 还能带回家分享给亲友 希望您在选择时 能找到最合适的纪念品 香川县的文化和祭典 充满了当地独特的特色 反映了传统的风俗和习俗 以下是一些香川县 值得了解的文化和祭典介绍 1.赞祺大至居 祺大至居 赞祺大至居是香川县的一个重要文化活动 每年在高松市的赞祺剧场 祺剧场举行 这是一个展示当地传统戏剧和表演艺术的大型活动 吸引了大量观众 2.秦平祭 秦平祭 秦平祭是金刀笔罗宫 秦平神社的主要祭典 每年4月和10月举行 祭典包括华丽的游行 舞蹈表演以及神鱼 神教的巡游 是一个热闹而有文化氛围的庆典 3.赞祺风铃祭 祺风铃祭 这是一个庆祝夏季的祭典 通常在香川县的高松市举行 祭典期间 当地的商店和街道上会悬挂各种风铃 营造出清新的夏日氛围 这是一个非常适合拍照和感受当地风情的活动 4.赞祺大斗祭 祺大斗祭 赞祺大斗祭在每年2月举行 主要在善通四世 祭典以大斗为主题 传统上会举行洒斗仪式 以驱逐邪恶 并祈求来年的健康和平安 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地方特色的节日 5.赞祺盆泳 祺盆泳 这是一个传统的夏季祭典 通常在8月举行 高松市及周边地区都会举办盆泳活动 参加者会穿着传统的浴衣 围绕着舞台跳舞 庆祝夏季的到来 6.赞祺蓝染 祺蓝染 湘川县以其传统的蓝染技术文明 您可以在当地的蓝染工方参观 并了解这一古老的工艺 蓝染是当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常在各种节庆和市场上展出 7.赞祺家传手工艺 祺统工云 湘川县拥有多种传统工艺品 如赞祺陶器 祺陶器 赞祺刺绣 祺刺绣 等 这些手工艺品 经常在当地的文化活动和节日中展示 是了解湘川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这些文化活动和祭典 反映了湘川县丰富的传统和现代的融合 希望您有机会亲身体验这些有趣的文化活动 湘川县的气候和旅游注意事项如下 气候 湘川县位于日本四国岛的北部 拥有四季分明的气候 春季 三月到五月 春季的气候宜人 气温通常在10摄氏度到20摄氏度之间 这是赏阴和观赏花卉的最佳时期 尤其是四月的樱花季节 夏季 六月到八月 夏季炎热潮湿 气温可达30摄氏度以上 特别是在七月和八月 此时也有梅雨季节 六月中旬到七月初 降雨量较多 防晒和保持充足水分是必要的 秋季 九月到十一月 秋季气候凉爽 气温在15摄氏度到25摄氏度之间 是探索湘川县的理想时期 这段时间也是红叶季节 特别是在十一月 许多地方的红叶景色非常迷人 冬季 十二月到二月 冬季气候较冷 气温在零摄氏度到十摄氏度之间 偶尔有降雪 虽然香川县冬天不如日本其他地区那么寒冷 但仍然建议穿着保暖衣物 旅游注意事项 天气准备 根据您旅行的季节准备合适的衣物 夏季要准备防晒霜 帽子和凉鞋 冬季则需要后外套和保暖衣物 雨具 如果您在美雨季节或夏季旅行 记得携带雨具 如雨伞或雨衣 饮水与防晒 夏季气温高 保持充足的水分和防晒措施非常重要 以避免中暑和晒伤 交通 香川县的公共交通便利 但租车自驾也是探索当地的好选择 特别是前往较偏远的景点时 确保了解当地的交通规则和停车规定 语言 香川县的主要语言是日语 在主要旅游地点 通常有英文标示 但在较偏远的地区 可能需要一些日语基础 或翻译应用程式来协助沟通 文化礼仪 在参观寺庙 神社等场所时 注意遵守当地的礼仪 如在进入神社前 要先清洁双手汗口 健康与安全 确保随身携带一些常用药物 和基本的急救用品 如果有特殊的健康需求 提前安排好医疗保险和就医渠道 当地习俗 尊重当地的文化和习俗 例如在公共场所避免大声喧哗 并注意保持环境整洁 这些注意事项 可以帮助您更顺利地享受 在湘川县的旅行 体验当地的自然风光 和文化特色 希望您有一段愉快的旅程 和这个旅行 男人同时都最烫的旅行 我们可以帮助您的旅行